其實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那因為網民嘛 就是講鄉民嘛 就是講大陸的鄉民們 大陸的網民們 當然對他不會有好話 那一定也是講得很難聽 可是習近平他的位置不一樣 他不是一般的鄉民跟網民 他還是要展現一個大國領導人 應該要有的風度 跟應該要有的一個風範 所以人家是這種死法 就是說是被暗殺的 就算他是病死啦 你中國人對於這種 還是要一定的尊敬 跟一定的尊重 我覺得這個是最起碼的 一個風度的氣度的表現 那但是中國大陸的這種仇日的情緒 就是我講的 當然中國大陸也有很多人就說 不要這樣子 讓人家看笑話 讓國際看笑話 剛剛你講的 但是就是我說的 日本也從來 也在這件事情上面 從來也沒有辦法 做出任何的積極的努力 去改變 他就沒有辦法像德國嘛 德國是下跪道歉 然後你看那個德國 對於納粹的罪行的 各種的反省 各種的思考 這在日本東通都沒有出現啊 那日本因為不做這件事情 使得他只有經濟力量 而在亞洲很難有政治影響力 其他的亞洲國家看到他就 心仇就恨嘛 然後他們也自我設限 其實日本在戰後經濟很強 可是其他他事實上還是一個 很鎖國的一個國家 很保守的一個國家 然後凡事就跟著美國屁股後面走 就這樣子而已 那現在有了這個印太的結構 是因為國際局勢的轉變 蘇聯瓦解了 所以美國一直以為就是說 蘇聯不足距了 他要把重心從舊大陸 就從歐洲這邊移到亞洲來 亞洲很多的新興國家 所有的錢都在亞洲這邊滾啊 所以他們要把重心放在亞洲 那放在亞洲呢 其實你剛講的印太的 這樣子的一個勾搭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早在安倍還沒有當首相之前 就開始了 早在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就開始了 那時候的民進黨就很積極了 那因為印度一直到90年 他才開始開放就不鎖國 以前印度也是鎖國的 所以印度也開始展現了 他對國際政治非常積極的企圖心 那因為以前印度跟蘇聯比較好 所以印度他有很多 所以他這次為什麼跟俄羅斯 他也不譴責俄羅斯 他也是很 印度人很驚的啦 別你想像中驚太多了 他是一直到90年代 他才開始 親美的 開始就是 積極的去建立跟美國的關係 然後他開始開放不在鎖國 他開始要在國際舞台上面 積極的 展現他的影響力 所以在那個時候 阿扁是2000年上台的 所以早在本世紀初 他們就開始了 就當時就開始沒來演去了 就有很多的智庫 很多的這種就是說 我們說的 這種第二線的 就常常在日本會開會 在印度會開會 台灣都有去參加 這種軍事上的 安全上的這種會議 但是呢 印度當然一定是玩兩手啦 就像他這次一樣 他不可能完全跟著你 美國屁股後面走 他不是日本啦 我不是日本啦 他跟日本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 可是日本就變成是一個 只能完全跟著 美國的屁股後面走 可是日本在很多關鍵的時刻 他會把台灣推到前面去 把韓國推到前面去 他絕對不會自己 第一線去跟中國大陸 硬碰硬的啦 日本一定躲在後面的 而且他也不會低 他也不會傻傻的去冒犯 他連冒犯中國大陸 他都不做這種事 所以日本人也很驚啦 就躲在後面啊 一直叫台灣去啊 我們就傻傻 好 我來 抗中你去 而且日本的敵人 他的潛在的 他對他有威脅的人啊 不只是中國大陸 還有北韓 還有俄羅斯啊 他跟俄羅斯 也是有領土的爭議很多年啊 所以他也很厲害啊 他也跟普丁關係很好啊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就是國際政治嘛 你就不是幼稚小朋友說 我跟你不好 我不跟你講話 神經病啊你 是不是 他一定是在這中間 找到一個 對他國家最有利的平衡點 那印太關係也是如此啊 他也不可能正面的 去跟中國大陸衝撞啊 然後把日本曝露在危險當中 他絕對不會 不是他 是日本的領導人 絕對不會做這種事情吧 就像韓國的領導人 也不會做這種事情一樣 現在新上台的韓國領導人 不是比誰都親美嗎 號稱啦 都很親美 他一上台了之後 是不是就開始緩和 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他也不想 無端的去製造 跟中國大陸之間的緊張 跟衝突啊 因為你這個不就得不償勢 你這個太不聰明了嘛 太笨了嘛 沒有人做這種事 除了台灣之外 真的除了台灣之外 有事沒事就要去挑釁一下 然後台灣的選民就 喔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就是整個國家很幼稚